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 今天的天氣 今天還是有午後的一陣雨 為什麼台灣吹的偏西南風 然後這個很潮濕 高壓也東退了 高壓是一個穩定的力量 但是壓不住 因為太往東去了 這邊有很多的水氣 不過還欠了老洞 能夠動力的條件讓它炫起來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台灣就在一個關鍵的邊緣 北邊這邊有封面 持續的在發展當中 那今天的午後雷陣雨 跟禮拜天的 或禮拜六的都差不多 這個下的還蠻大的 那外來的情境 各位可以看一下 預計開始會有點轉變了 到明天還是類似 但是禮拜三四開始 高壓會犧牲過來 升到整個長江流域這個地方 我們台灣附近也會變成吹東風 那當然這個就有機會 帶動這邊的水氣 還有擾洞發展起來 接近到台灣 同時西南風也開始啟動 那這個是比較極端的個案 目前來說的話 各位不要想到這個 就變成一個颱風 但是的確是有變化 我再給大家看一張圖 預測會更清楚 這個就是太平洋高壓 未來這幾天會慢慢的 犧牲過來 這個叫高壓級 犧牲過來 所以這邊長江流域 因為暫時告別了梅雨封面 會相對的很晴朗 但是這個西南季風開始啟動了 西南季風通常會延伸過來 到這個地方 但是這次比較弱 大概就在南海這個地方 所以預計8月初的時候 恐怕有機會有一些擾洞 在這個地方發展 這個離颱風還有一段距離 等於是說前奏曲 等到它完完全犧牲過來 然後這個又吹東風 所以這個兩個地方 東西風在這個地方繪製 我們一般叫做季風的低壓 這個時候就容易有颱風生成了 的確現在是往這方面在走 所以大致上未來這幾天 其實到週末到下禮拜 有一點不穩定的因子 在這個地方 請大家要留意了 所以大致上未來這幾天 都是非常晴朗 炎熱穩定的天氣 還是一樣差不多 午後震雨可能還會再少一點點 中北部跟南部 還有中部都差不多 都是維持類似的天氣 下午還是有午後震雨 禮拜二還是有 那禮拜三四五會稍微緩和 會少一點點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會少一點點 但是還是有 但是沒有像這兩天 過去幾天這麼的多了 那未來這幾天 其實還是要注意 這個相對之下 還是悶熱的天氣 預計在北部 在明天白天 還是有機會到35 36度以上 今年的這個溫度 大家都很有感覺不斷的在破紀錄 那7月到目前為止 應該可以大概很篤定的說 沒有颱風也會破紀錄 但是這個環境場正在轉變當中 到了8月 大概8月中之後 就有很密集的颱風 可能就有機會發展了 請大家留意一下 所以我們提醒大家 週二還是有午後陣雨 週三開始高壓犧牲轉強 轉吹東風 午後陣雨會略少一點點 那到週末的時候 開始有點轉變 有南風開始起來 請大家稍微留意 這陣子的變化 不大一樣了 這個夏天很酷熱的型態 6月跟7月 總算有一點開始改變 但是這也代表了 颱風可能會開始 逐漸開始冒起來了 請大家多留意了 吧